今天小餐带我们去高桂林 高桂林好远了 吃什么就是为了吃一个甜品 等等那叫什么来的我自己都忘了 什么milk something something milk and water milk water cafe吧 为什么要推荐是因为 它给我感觉跟其他这边其他的甜品店感觉是有它自己的特色 然后我们点了两款对吧 对 抹茶还有 还有一个奶茶 我们先说一下绿茶吧 绿茶先来了吧 绿茶它上面就是有一些红豆 还有一个好像cheesecake的一个 就是一类口味的冰淇淋 冰淇淋 one scoop 然后剩下的就是有点像shave ice 但是又比shave ice大快一点对吧 还有一个strawberry在上面 那个看起来就看起来很像那个spaghetti 那个是叫angel hair 超像 虽然吃起来不像 因为一拿就碎了嘛 还有接下来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在这边吃过奶茶口味的冰淇淋 其实第一次吃还是挺独特的 它不是冰淇淋它只是冰而已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那种波霸奶茶的那种味道 对 对你说的没错 如果这个东西少大概百分之八十的糖 like I would actually eat the whole thing 对或者是让我很爱甜的人去吃 对啊或者我六个人吃一个 我是真的不介意它这个味道但是就是太甜了 我觉得就是视觉上有特别而已 口感也是有点差别啊 有啊对好吧 视觉上挺大差别的 那么推荐吗这家 我觉得蛮推荐的冰淇总体来算是不错的 口感上比一般雪蓝滴好很多 环境为推荐 嗯 如果你住在附近的话可以确实可以 嗯 值得一次是一个 但是我们不住在附近为什么要去吃啊 是我的毕业典礼 所以你们才来的 你们一年来了几次口感人都不知道 好吧其实我经常来我美洲都去 你不是吧 他 所以这是一个爱去打卡的好地方 你吃了FFU的人下山跑来打卡 好了 谢谢收看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